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 你终于接电话了 快来 妈妈快死了 爸爸 小朋友 你打错电话了吧 我没有小孩 月月没打错 你难道忘了我妈妈吗 我妈妈是叶繁星啊 什么 叶繁星 妈妈生命在医院 你快来救救妈妈吧 难道她跟我生了小孩 许月 你别着急 爸爸马上就来 好 爸爸月月会等你 冯田 赞 众人定定 随我前往北城 救我未婚妻 是 冯帅 叶繁星家属 叶繁星家属 医生叔叔 我妈妈怎么还没醒啊 你们家大人呢 让他们准备50万做手术 不然你妈有生命危险 可是姥姥老爷先 没人管我 叔叔你能不能先救救我妈妈 我也没办法 没钱做不了手术 哎 妈妈 妈妈 喂 爸 我跟随风到医馆 不是说好一起去见龙帅的吗 你怎么不在办公室啊 龙帅你以为是咱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等我回来再说 哎呀 龙虎卫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龙帅啊 赶紧见的时候 自然可以 哎 好 好啊 哪里来的小孩哭什么呢 吵死了 走 过去看看 好嘞 妈妈 这不是叶繁星的箭种吗 哭什么 你妈死了 救救救妈 救救救妈 你们能不能救救我妈妈 妈妈 做手术要五十万 求求你救救我妈妈 就叶繁星 不救 滚开 舅舅 请你救救我妈妈吧 让开 你舅妈说不救就是不救 你妈未婚先育生了你这个野种 一家人成为了全城的笑柄 舅妈 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吧 我妈妈快死了 闭嘴 就你妈勾搭龙景天那个混蛋 他就该死 舅舅 你救救妈妈吧 你这个野种 别喊我舅舅 哭什么哭 叶繁星死不足惜 只是别死在我们医馆 来人 把这个贱人给我扣出去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叶繁星 你选的好男人龙景天 消失五年 就算你为他生下野种 他不照样连个面都没露吗 你呀 就是自作自说 月月不是野种 月月有爸爸 爸爸打电话说 会回来的 哼 龙景天 他要不是死了 就是不要你娘了了 你呀 就是个野孩子 你胡说 你胡说 我爸爸还不会抛弃我和妈妈呢 你敢打我 撞我爸爸 住手 住手 龙景天 你居然出现了 爸爸 你终于回来了 你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我好想你 月月 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妈妈了 你怎么会抛弃我们母女这么多年 叶繁星 龙景天恐怕现在都三妻四妾了吧 这次回来恐怕是来跟你抢孩子的吧 不能藏着我的女儿 不能藏着她 我去了 放心 我这次回来就是没工你和女儿的 医药费我已经交完了 马上手术 你不会有事了 放心 放心 妈妈妈妈 爸爸你快救救妈妈 医生 医生 快救人了吗 站住 我说不拯救叶繁星就是不准救 今天谁要是敢救她 我就让我爸开除谁 朱晓晓 你别欺人太甚 房西要有个三长难短 我不会放过你的 龙景天 我好害怕 你像我谁呢 这医馆可是我家开的 我说不准救就是不准救 朱晓晓 有什么恩怨冲我来 别拿心灵开玩笑 朱晓晓 你还记得当年我对你表白 你当众拒绝羞辱我的时候了吗 你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妈妈妈妈你醒醒啊 爸爸快乐医生说是救妈妈 朱晓晓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医生进来 好啊 你就这么想救 那你就跪下来给我磕个头 为你当年的错误道歉 什么 你要我下跪 朱晓晓 听到没有 我老婆让你跪下道歉 快跪 好 今天的跪拜 你们受不起 你 你装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呀 赶紧跪 要不看着叶凡星死吗 爸爸 舅舅 月月跪 舅舅妈妈吧 月 听爸爸的话 这种见死不救 做我们大神小人 我们不跪 别打爸爸别打 你他妈敢骂我 龙领天 你个抛弃弃死的废物 有什么资格送我呢 没有 之前是意外 我这次 一定会风风光晕地去 妈妈妈妈 发现 妈妈你醒醒 朱晓晓 夜随风 你们说话算话 我今天跪了 答应好我就放心了 当然 好 我跪 我龙领天发誓 请你治理 阿宇 我毕竟加倍奔还 放开 张子了 龙领天 你还真和你这个野种女儿一样的愚蠢 我现在反悔 是 你来耍我 不然呢 蠢货 叶凡心这个贱户就该死 龙领天 准备后事儿吧 我不是看在你 是他亲戚的动作 你他妈找死八百回来 我再问一遍 救 还是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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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老公 医生 医生 你来丢人 龙领天 带你女儿出去 你挡着路了怎么救 这场手术交给欧阳医生做 大小姐 我只是个实习医生啊 踩了两天 这是怎么做啊 让你做你就做 别给我废话 你别欺人太胜 实习医生怎么做 换医生 冯景天 你别不识好歹 我都给你叫医生了 你还挑三拣四 医生换不了 手术你们爱做不做 你们愣着干嘛呢 想被开丑吗 这 我该怎么做 第一步该干嘛 就走 医生我自己找 喂 龙领天 让你找的医生怎么样了 立刻把我带全城最牛的医生过来 是 龙帅 他已经在路上了 预计两分钟等 冯景天 你胡说什么 全北城最牛的医生就是我爸了 难道你能把我爸叫来不成 能不能 待会我就知道了 哟 牛皮都让你吹上天了 也不怕天打雷批吗 就算天打雷批 批死的 也应该是你这个狗杂碎 哎 你小子还敢骂我 你是不是生胆啊 过手 你这个混蛋 啊 你不是去找龙帅了吗 怎么 楚院长 对病人见死不救 是你们医管的规矩 龙先生 这位是我的徒弟 刚回国 绝对的神手 我现在 就安排叶小姐做手术 爸 您糊涂了吧 为什么要给龙景天这个废物下跪 住嘴 再多说一句 我打得你的腿 龙先生 你放心 叶小姐一定是平安无事的 我 舅舅舅妈 你们为什么一直看我的爸爸 是爸爸长得太帅了吗 你个死丫头骗子 胡说什么呢 怎么 你们想跟我道歉吗 呸 龙景天 我们又没有做错事情 凭什么跟你道歉 要不是龙护卫警告龙帅的身份 要不得力 我也不至于看这两个宠 帮我枪壳上庄 龙景天可是龙帅啊 闭嘴 龙先生 他们两个脑子有毛病 你别和他一把见识 我一定会好好的教育他们的 爸爸 您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呢 就是啊 爸 你今天怎么了 闭嘴 你再敢多说一个字 我就收回医馆给你们的股份 楚院长 你的女儿女婿逼着我给他们下跪 而且还对我未婚妻尽死不救 你觉得他们不应该给我道歉吗 什么 臭命啊 龙先生 你放心 我马上让他们给你道歉 我要他们跪下给我道歉 可到我满意为止 龙景天 你这是我孕妇又怎样 别蹬彼此上来 跪下 道歉 还有你 爸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跪下 不然我就收回医馆给你的股份 也不用回我们楚家 龙景天 你给我等着 龙景天 你别太得意了 我们来日方长 对不起 我可没说要你起来 龙景天 你别太过分了 孙院长 你的女儿女婿 好像还不服气啊 好像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龙先生怎么说 你们就怎么做 一人三个想投 我就放过你们 嘿嘿 好了 龙先生 谢谢龙先生 你们还不赶紧 龙先生都给你们开认了 这个楚老头 到底哪根心打错了 爸爸 你今天为什么要一直站在龙景天那边 闭嘴 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可以了吗 起来吧 哎 医生 没事吧 好 这一天 对不起 他们还没关系 去